我們現在TVBS團隊的位置 就是在凱道的環路漁民的大遊行之前 你可以看到現場雨勢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每個人都是要撐著雨傘然後穿上雨衣 因為這個雨勢可以說其實也持續了一段的時間 包括我們你看我們自己 其實也都是全身就要穿這樣雨衣 因為這個雨勢大概是從今天下午來開場 沒多久就陸續的下下來了 那當然在今天雖然說有這樣的雨勢 可是活動還是照常的舉辦 我們看到在今天是環路漁民的大遊行 而在今天當然是除了有一些訴求之外 包含說希望在人行道的改寿等等的議題上 有民團他們有發動一些訴求之外 另外是在今天也會有一些政治人物到場 所以才會有非常多大家可以很關注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現場雖然說雨勢真的非常大 大到我們其實穿這個雨衣也沒有辦法可以擋下這個雨 但是這個還是很多人相當的熱情 大家是聚集在這個廣場之前希望說可以來表達他們的心聲 當然說受到這個雨勢的影響 所以有些民眾是躲到旁邊的帳篷區這邊來先躲雨了 因為這個雨勢是今天去預報是午後會有一個間歇系的雷震雨 所以現場其實還不斷的伴隨著這個雷聲 真的是相當的大家都覺得有變得有點狼狽 不過在今天當然這個活動的訴求還是相當的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除了有一些民眾民團來上台之外 也會有一些現場的演出 再來的重頭是有就是說 在接下來會有政治人物他們要輪番的登台了 其中在最早的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那麼他會是在稍晚的時候 也就是兩點多的時候就會來登台了 我們先帶你來看一下現場 雖然說雨勢不斷 但是民眾大家還是聚集在舞台之前 那麼希望說來表達他們訴求 而現場當然也有邀請一些表演團體 一起來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現場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實他們也是跟著爸媽一起來 那當然也是爸媽覺得說這個行的安全很重要 所以就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到現場來表達訴求 就算是這個雨勢也沒有辦法交襲他們的熱情 大家撐著傘還是來到這邊表達支持 當然受到這個雨勢的影響還是現場的人潮是有比剛剛再少一些的 那今天當然還是由民團他們自動自發來參與的 而在今天其實我們也掌握到所有政治人物他們輪番的登台 像是先由這個宏海創辦人郭台銘之外 接下來就是柯文哲 侯友宜 那麼最後就是由執政黨也是名叫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他將會也要上台來演說 而很特別的是這一次呢 因為只有郭台銘他並不是以這個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也就是說呢其實預計他不會跟另外三個人比較時間靠近 會比較錯開一些 所以碰頭的機會是比較少的 但是另外三個人的互動呢也是相當值得關注的 而另外呢在這個議題上 因為我們剛剛也帶大家來看到了 很多的民眾呢也是到現場來表達支持 所以說呢這個議題對執政黨來說 也是希望可以趕快來拆彈的 所以在今天賴清德呢 他也會呢這個跟著遊行的團體 他也要走一小段 預計是從警服門這個地方呢 一路走到襄陽路 當然還是因為受到危安的考量喔 所以呢他這個走的路段呢 並不會是太長 那接下來呢就會由民進黨的秘書長徐立民 來率隊持續把整個遊行給走完 稍後有最新的情形 我們也將隨時來提供給你